早明哥,大家好,我是Chris老 OK,我们整个行政服的内阁名单啊 从部长到副部长其实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现在今天要讲的是一些 这个副部长名单出来过后的一些小小风波啦 首先,我们如楼国会议员孙伟萱 他在面子书上就发文表示他对这一次内阁的选择 无论是部长或副部长都感到非常失望 因为他的全民党的人没有一个人被委任成为部长或者副部长 所以他很生气 所以他就在面子书上就表达他的失望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孙伟萱现在是全民党的主席 然后他的整个党只有他赢得这一次的国选 其他的像Zurida那些都已经被淘汰输掉 所以整个党只剩下他一个人 所以你整个党只有你一个人 赢这个行为你凭什么去要争取入阁 对不对 那Muda今天都不出身了 Muda比起BBM其实更忠诚 他们跟着Haraban更久 然后对啊 就是他就反正就是不开心啦 然后不过他表示说还是接受 虽然很失望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孙伟萱 孙伟萱其实是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出名的青蛙国玩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其实跳槽的记录还蛮丰富一下的 从2001年开始他是一开始是在沙拉越的达亚党 后来在2004年跳去沙拉越人民党 然后他在 他有几段时间的时候 他是无党籍的 就是一个独立人士 比如说2007年到2012年 然后2016年到2018年 还有2021年 这三个时段 他是独立人士 然后他在2012年到2016年的时候 是沙拉越工人党 然后2018年到2021年 是under希望联盟的公正党 然后2021年 自己再出来到全民党 然后在全民党的时候当主席 他跳了这样子五六次 然后重点是他在20 那时候西蒙上任22个月过后 不是有希莱登政变 然后希莱登政变过后 孙伟宣是直接是 直接是跟希望联盟切割关系的 就是说他跳 跳出来 所以他这样子的举止 你觉得安华 为什么会给他做内阁 对不对 完全是背叛过 这个希蒙的一个人 其实除了孙伟宣之外 还有一个沙拉越的 目前是GPS的一个国会议员 他是叫什么 Willie Morgan Willie Morgan 这个议员他2018年的时候 他是以共政党的身份 战胜这个沙拉越的国会议席 然后希莱登政变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Willie就是一个青蛙 背叛希望联盟 跳出去 然后后来就join GPS 所以这些青蛙 背叛过希蒙的青蛙 背叛过安华的青蛙 都没有入过 这个是很零唆的东西 对吧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 你对党都不忠诚 你完全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作为出发 所以这种人当然把他选为内阁不是很安全 OK 所以 孙伟萱在大选投票日之前 也是跟他里面内部的人闹不合 就是争谁是党主席啊 之类的东西 其实基本上孙伟萱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 他在我们沙拉越市 蛮有委婉的 因为那时候年轻嘛 他年轻二十多岁 然后就很活跃于这些党派的东西 然后参政啊什么 然后 只是不知道后来为什么他好像 就是好像 更多的时候是 并不是为了人民服务 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权益 跳来跳去这种这种方式 这种不稳定性的一个政治概念 很很难让人民会去相信你的这些举止是为了人民服务 更多的是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 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才跳 哪里有利益 对你有利益 你才往哪里跳 所以这种政治概念是完全是 不行的 所以 No complaints 然后另外一个新闻 也是很大的新闻 就是沙拉巴的GRS 沙拉巴的土团党 他们的领袖 他自己就宣布 退出 沙拉巴土团党 不过他们还是在 GRS这个沙门 气质底下 所以 基本上 意思是说 现在沙拉巴的土团党 是没有领袖了的 这些主要的领袖 有一席的领袖都退出 沙拉巴土团党 因为他们认为说 在联邦政府方面 GRS已经决定 就是支持安华党首相 所以 他们想要更全面的去切割 GRS和国盟的关系 所以 就做出了这样的宣布 所以这样的宣布 其实 可能会致使沙拉巴本身 周内阁 近期可能会出现重组 然后 包括沙拉巴土团党的领袖会 领导层会出现大起拍 然后西蒙可能会 入阁 沙拉巴周内阁 我们就不知道 所以会有这些的一些转变 其实GRS一开始 也是就是木尤丁创办的嘛 然后他把 他就在沙拉巴设定 Bressat 2 这是图团党 然后 把过去 从巫统跳出来的 这个HGG 就是把它为认成 这个沙拉 图团党的领袖 然后在2020年的沙拉巴周选 他们这些联合的联盟就胜出嘛 那2020年的沙拉巴大选的时候 成绩是这样子 就是那时候沙拉巴的国门就拿到17席 然后沙拉巴的务统就是4席 然后PBS是沙拉 另外一个党拿到7席 所以他们就成为了沙拉巴的执政党 然后HGG就变成沙拉巴的首长这样子 然后他们沙拉巴现在的反对党就是 阿仁的那个明星党 Y3的 然后Y3加西蒙 西蒙的行动党还有公正党 不过现在以这种趋势 应该GRS会把整个州内阁重组啦 然后希望联盟应该会加入 然后Y3的话 我们不就不就不晓得因为在沙拉巴的上跟GRS是死对头来的 不过呃这个真的是要走着敲吧 哦 OK 好 那么有一些分析员就有指出 其实这个呃GRS的这个退出图团党 并不是并不会违法反跳槽法令 为什么呢 呃 因为沙拉巴没有通过反跳槽法令 只能够抓国会的青蛙 动不到沙拉巴的青蛙 OK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大选的时候 呃 他们GRS他们使用的国局是 的旗子的旗子是GRS本身的旗子 而不是呃 国盟的旗子 所以他们并没有违法这些反跳槽的法令 好 然后呃这样子的一个宣布其实也 自使现在国盟他完全就是一个无意还有穆斯林 纯无意穆斯林的一个呃党派或者是联盟 哦 民政党就不用说啊 一席都没有运到 民政党都没有用的 所以现在整个国盟就是伊斯兰党跟图团党 完全纯无意和穆斯林的一个一个呃党派 然后 其实也蛮危险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全无意的党派 然后安华那边是多元化的党派 好 然后 很容易会自使国盟用 哦 他们是 呃 保护 马来群体 保护穆斯林 来对抗 非信徒的一种 一种口号去攻击 安华的政府 所以这个其实有 有另外一种极端的状况出现 就是当一个 当一族群的反对党 碰上一个多元文化 多元 呃 种族背景的一个执政党 是怕会有一些反效果出现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担心的啦 so 呃 不过 呃 这个路 路还要很长 还要很远 我们到底到后来会变成怎样的一个结局 我们也不晓得 反正在政治里面 跳来跳去 青蛙这个概念 真的是我觉得 是很反感的 无论是 孙伟轩 他的跳槽记录 或者是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沙巴 沙巴 这一群GRS的人 他们的一些行为 都是让人看了觉得 有点 就是看不起啦 就是 为了利益 就跳来跳去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 整个政治的概念 到底是什么 好 今天的 呃 就分享就到此为止 喜欢我的视频 朋友 欢迎你subscribe 我的频道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们下期见 拜拜